各位好 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是 举起教堂 当杰夫在零比二落后的时候 他的心开始下沉 这是一场校技间的网球赛 可能又要输掉 就在那个时刻 他注意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站在铁丝网的后面 两手攀在网上 热切地注视着 他下意识地反应中 他知道那是他的父亲 上那间 他整个人的精神为之一阵 似乎有一股力量 注入到他的心间 接下去 他就没有输过一球 直到赢了这场比赛 我们的生命中 是否太注意到自己的失忆 而忽略了在我们旁边 有些帮助我们的人 圣经中记载着 拿英臣的寡妇 她失去了独生的儿子 许多的人来出病 但是在忙碌中 他们只看见棺木 却看不见主耶稣的出现 因为他们对这个孩子 已经完全的绝望 人都死了 还能做什么呢 但是主耶稣 能够改变一切 他的来到 就是为了改变 他的同在 就产生能力 也只有他才能制止 死亡的队伍 所以他说 少年人 我吩咐你起来 那死人就坐起来 并且说话 有一个小女儿 问他做牧师的父亲 说 Daddy 你可不可以把教堂举起来 父亲说 我不可以 他又问说 那么Tom可不可以 Tom是全教会最壮的一个人 他是一名 三百磅重的足球队员 父亲还是说 不能 最后小女儿问说 那主耶稣可不可以 父亲说 如果耶稣他愿意 当然可以 过了一会儿 小女儿又问 Daddy 当主耶稣把教堂举起来的时候 他会不会发出 哎哟哎哟的声音 我们心中的主耶稣有多大 我们是否也怀疑 祂的能力有限 如果我们先限制了祂 我们怎样能够看见祂的大能呢 在这一个不幸的时代中 我们也受到许多怀疑的感染 而渐渐失去了对神单纯的信心 我们只相信靠自己的努力和挣扎 其实主耶稣从来不轻看人的努力 祂是要我们先倚靠祂 祂就会给我们更大的能力 去完成我们生活中的目标 在忙碌 在忙碌紧张的生活中 你是否注意到主耶稣正站在你的旁边 祂的来到要使万事都改变 即便是一个已经封起来的棺木 一座高大如楼的问题 祂都能够解决 问题是 你有没有先留意祂的出现 你是否先求告祂的名 让我们都放下自己 来到祂施恩的宝座前吧 愿神祝福你 谢谢